400克的无松叶、罗汉松还有桂花树苗 让爱地球的礼店可以生根在每一个地方 花土植树百位民众在连生活活的亲自带领之下 一起种树响应环保 今年在台湾雷藏寺总共种下超过300克的松树林 未来就能让民众漫游邻区享受分多金 别能减碳种树爱地球 其实这已经是第三年连生活佛带头植树 今年还赠寿400克的五叶松、罗汉松以及桂花树苗给民众 不仅为节能减碳尽一份心力 也能展开有氧、新生活 树对空气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人类必须要有空气 就是要由树来调节 另外还有温度 像阳光来讲起来 地球越来越软化 就是因为树木它砍得太多 让树木没有办法调节 所以冷热跟冷 其实都是由树来调节的 除了要民众重视地球环保 珍惜大地资源 也提倡心灵环保 希望透过心灵的进化 提升个人正向思考和能量 并且心存善业 心灵环保是这样子的 让我们每一个人呢 他能够 不要那么复杂 在人间不要那么复杂 生活越单纯越好 然后越干净越好 他能够多做善事越好 让心灵清静越好 带领民众众树爱地球 以其在回馈土地的同时 心灵上也能够获得更多正面的力量 记者沈孙春 詹明华南投赛报报导